许多人可能都认识马兰国小林芳荣校长 而林校长却默默推动母语工作长达十年了 林校长说 推动母语工作多年以来 每天的生活就充满了乐趣 尤其是近几年来看到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多 内心也就感到无比的喜悦 十年来 我担任教育处本土语言辅导团的总召集人 然后跟一群各个族群的校长 努力在推动本土语言方面 台东的族群跟其他的县市不同 台东有很多的族群 除了客家闽南还有原住民七个族群 这个七个族群里面我们也有隔马兰组 在这个各个族群里面 我们每一个族群有一个校长来负责 他该族群的本土语言推动的工作 那在大家努力之下才有今天这个成果 林校长认为把自己的母语 自己的文化传承下来 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 杨国柱的采访报导